嗨 大家好 我是可可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平时非常爱用的高人气 平价日装 第一款呢应该知道的人非常多 就是Excel的四色眼影盘 我用的这个是S205号 它最有名的是S203号 那个是完全大地色的一盘 05号是在百搭色里面加了一个微粉色 更俏皮可爱 有生气 觉得比较适合我一点 今天呢我画的就是这一盘 实在是太适合通勤种脸泡 这两类人士了 现在我就是对它爱不释手 决绝子 第二个呢也是日装的强项了 那就是腮红 推荐这个 欠湿力01号 自带了一个刷子 粉桃色有微微的珠光 非常的显气色 而且它细腻不飞粉 超级好用 我就是很喜欢日本女生那种 特别可爱的腮红 所以我一般都还是会选择日装 下面一款呢是 曼秀雷敦润唇膏火茶味 这款呢还被称为日系护唇的黑科技 叫什么会喝水的润唇膏 就是你一涂上之后感觉嘴巴上像住了水一样 非常的滋润 涂的时候触感也很舒服 你可能一碰到嘴巴就感觉融化在这个唇部了 有抹茶的香味了 超级滋润的 这个就是跟刚刚说的一样 一碰到嘴巴之后 它自己就融化在唇部了的感觉 非常的水润 味道也很好闻 这个也是大力大力的推荐 接下来是这个 悠基亚 悠加亚的护手霜 这个牌子呢只能在京都才可以买到 所以呢去京都旅游的人一定会带回来的伴手礼 就是它了 乍一看呢非常的厚 感觉很粘稠 推不开 但其实不是 月膜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轻薄 滋润度呢也是很够的 我主要是非常喜欢它这个味道 就是有那种淡淡的馋香 另外呢还要买的是这个镜子 它不是送的 是需要买的 大家看这个镜子超级小一个 果然非常的日本 这个镜子呢我刚开始说 哇这么小谁会买来用啊 但我发现真的是人手一个 我现在用惯了也觉得非常不错 很便携嘛 你出去需要照镜子 可能就看看嘴巴上有没有菜叶啊 或看看眼睛上面有没有眼神 完全没问题 我现在就看看哦 我刚刚涂了那个唇膏都忘了涂口红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呢 是高姿旗下的Fasio睫毛膏 它家呢最近出了新款的金色和银色 买了一款银色来试一下 很特别的一款 哇 真的是银色的 在手上试一下 哇 感觉这个亮粉呢还算比较细腻 哇 我以为会很夸张 现在看起来其实还蛮自然的 就有一点点闪闪的感觉 下一次可以就是卸妆之后涂一下 看看是不是效果会更明显 金色非常适合像比如说圣诞妆 这个的话就很适合冬日妆 有种雪花落在眼睛毛上的感觉 很不错耶 好了那么今天呢 可可分享的高人气平价日妆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我分享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下期再见吧 拜拜